大家好,欢迎来到澳门科技大学开放日活动 我们今天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 能给大家分享一下澳门电影发展的一些情况 如同这个题目看到的 我们聊一聊澳门电影是如何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缘分 以及澳门电影发展到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个境况 和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机遇和新的机会等等 那首先不得不说 就是澳门电影产业其实起步非常晚 但是到了当今的这个时代 已经是澳门电影发展的最健全 也最蓬勃的一个时代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就是澳门的话 其实自2007年起 政府已经非常有意识的去培养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影像新势力 那直到现在的话 也是有一波又一波的 就是被影像新势力 这个政府资助计划培养的人才跟作品涌现 再来呢 就是在这个2002年的时候 澳门政府呢 政府批几以及官方注册了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电影节 那这个国际电影节呢 到上一年2021年为止的 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 相信很多人可能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和机会 都听到了关于澳门国际电影节的一些影讯和看到一些星光 那最后的话呢 还有就是这个政府在那个2014年开始啊 就更加的有力度的去提出了这个长篇的资助计划 这个平均大概两年一届 到今年啊 就是已经公布了上一年 这个2021年的这个名单显示啊 就是他有四个长篇可以最终入选 获得最高的澳门币200万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支持和宣传的支持啊 所以对本地的这个有一定经验的导演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计划 以上的林林总统之外呢 就是我们还有在2016年的时候 本地的这个高校第一间非常系统的 然后很完备的这样一个电影学院的成立啊 也是在各个课程上面全方位的去输送和培养电影人才啊 我们现在的这个澳门科技大学电影学院 它隶属于人文艺术学院一共有八个课程啊 包括本朔博 然后从学术研究到我们的这个实践和技能都非常非常的受到了重视 那澳门到底是什么时候和电影结缘的 整个结缘的这个过程有什么样的历程呢 我大致呢把它分成三个阶段来说 其实澳门最早呢 可能电影的这个拍摄是非常零散和不足的 但是电影这个科技啊 或者说电影放映这样一个技术传入澳门 其实是非常的早 那澳门的放映夜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 就是有这样一个固定场合的已经是1910年 然后其实现在的这个资料显示 或者我们很有能力去相信啊 在19世纪末期 澳门已经开始有各种尝试的这个电影活动了 那整个的这个放映的特征 我大概把它归为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放映起步非常的早 而且无论是放映的数量 还是影院的这个密度 澳门是非常之高 而且呢已经持续了百年 从未间断 那这个图里嘛 显示的就是有一些标志性的戏院 举个例子来说 大家都知道1920年代是电影的无声的时期 那个时候澳门大概十多万的人口 已经有两间固定戏院和一间活动戏院 到了1930年代 40年代 这种就是有声偏大量兴起的一个时代 澳门也有十多间戏院啊 当时的人口呢 也只是20多万啊 往30万这样去发展 那戏院的数量呢 就是十多间 每间戏院当时因为都是殿堂化的 这种一个大殿 都是平均1000个座位的啊 这个这个规格 那一共的话 大家可以想象啊 二三十万的城市 就是有将近啊 或者是有的时候超过一万的 这样的一个座位数量 其实这个持有的比例是非常之高的啊 他完全不逊于当时的这个 东方的电影之都 上海的这个租界 也不逊于周边的很多的城市 所以澳门人其实一开始 对于电影就非常的熟悉 也非常的喜欢 电影在这里呢 也受到了很大的一个追捧 那除此之外呢 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澳门的当时的这个戏院啊 就是他的放映的这个类目 或者说戏院的这个建筑 是非常的多元跟多彩的 可以说是古今中外 不同的这样的一些片子 都能在这里轮番的上映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 就是最典型的啊 就是澳门放映什么片子比较多啊 据我们的这个时政的编码跟统计呢 应该是香港电影啊 其实是排最多 然后好莱坞 然后再次呢 就是中国大陆的当时的一些影片啊 虽然当时中国大陆 其实影片的产量 完全无法跟其他的 一些电影的强国去抗衡 但是呢 在澳门也依然受到了 很大的一个欢迎 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影院的这个规格 和影院的风格啊 也是非常的兼容并蓄的 那我们看到的话 这个图中显示的啊 就是这个西式的建筑啊 当时他也会放一些 就是西方的一些片子 然后此外呢 还有就是1952年落成 这个永乐戏院呢 他主要是放这个大陆的片子 而且呢 会在国庆啊 就是国庆的这个周期 他们会做一些门牌 非常的漂亮 然后此外呢 还有一些就是商业导向啊 或者说非常注重市场灵活多变的 一系列的戏院 在这里呢 很多戏院经营呢 都是超过半个世纪以上 这个呢 是大概澳门戏院的第二个特点 然后在这个类型上呢 其实他们也会非常的多元 而且是这个电影的片源地啊 也非常的广泛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电影强国之外啊 据我们的统计显示 关于这个澳门的放映地啊 除了我们可能啊 现在看来电影算强国 但是当时其实并不显见的啊 像韩国啊 台湾地区啊 他其实早早的电影已经在澳门有了 还有加拿大 瑞士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南斯拉夫 奥地利 种种种种 那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澳门的本地的放映业的特征啊 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经营的 而且我可以说是良性博弈的这样一个环境 这个地图呢 是我们啊 去还原了当时的这个戏院的位置 然后再结合到那个右下角啊 大家看到那个比例尺 那可以看到澳门的戏院就是密度非常的高 很多时候一两百米啊 这样的一个距离它就已经有第二间戏院了啊 照理来说呢 其实这样应该竞争非常的激烈 因为最远的戏院好像直线距离也并不超过五百米啊 就是在很多大城市看来啊 是觉得哇这个密度是不是竞争太强了 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 就是这个戏院跟戏院之间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作的方式啊 尤其是在比如说战乱的时期或者说经济低迷的时期 这样一种联合放映共同经营的这种理念啊 是可以说普遍的渗透到所有的戏院 让这个戏院跟戏院之间即便他们可能放映的类型和片源地有所偏好 但是也没有形成啊绝对的这样的一个隔离或者说对立 那我们统计到了这个数据目前的数据显示啊 在整个六十年代就是这个十年间澳门放映的所有片幕当中啊 有两成的片幕都是通过两家或者三家戏院联合去经营的 这种联合经营它不是说只是说啊 我可能前后两天啊或者说你一轮放完放二轮啊 它不是的 它有的时候可以实现共同的这样一种手印 我们去考察当时的这个戏院的放映情况 就发现啊用本地话说叫做就引号的走化啊 那就是人工的去运输或者快速的去运输这种拷贝 因为当时的电影呢一般平均一个电影有三五卷 这样的一个胶卷它其实很重 那我们戏院跟戏院之间它可以一个电影啊 一卷完了之后由人快速的运到离他很近的下一个电影当中 所以说呢他们可以实现比如说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或者四十五分钟这样的一个影片差啊 然后就变得非常的灵动 那整个的这种走化的模式在澳门应该也是非常的独有的 但是它其实又代表着很高很高的本地的这样的一种智慧 和灵活的一种处理的方式 那这个的话呢在统计显示是什么时候就没有走化呢 其实走化在澳门走了几十年啊 直到的那个戏院普遍的就是开始改革很多的大的戏院啊 变成小间的 然后影片的这个模式开始数码化也越来越容易运输啊 影片的这个成本也得到了下降之后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资料是到1985年开始啊 澳门的走化才渐渐的退出了舞台啊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澳门的这些影院之间其实没有说我们看到的中西的对峙 或者说完全的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敌对关系啊 而这一点思维啊其实到现在也是保留了下来 然后最后的一点呢也是澳门的这个放映面非常有趣的一点 就是其实从一开始澳门的影片和戏院就已经习惯了一种非常融合创意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我们现在可能看到戏院会觉得 戏院往往就跟商场在一起啊 或者像澳门如果来旅游的话啊 这个旅游塔它会整合戏院 或者说像这个大三八排房啊 旁边也有这个比较文艺风格的恋爱电影馆 但是其实电影从一开始进到澳门 或者在澳门发展的非常鼎盛的时期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 在最多的时期的那个占比 戏院的占比是远远超于当下的啊 就是我们统计到最多的戏院的时期 是有15家戏院之多 在1960年代 那其实现在的澳门戏院也是不到10家啊 虽然就是我们的这个影院的厅会多 那整个的这个戏院的 有多么的有创意呢 其实最早的话啊 也是我们图片里看到的 像这个现在也是世界遗产建筑的这个港顶戏院啊 它本来是一个歌剧院 然后经常会举办音乐会啊 那在1915年的时期 也是当时这个清平戏院 一个乐剧院啊 它提出要放电影啊 得到这样的一个政府许可的时候 他们港底戏院也加进了电影的放映的这个活动啊 所以说一开始把它整合进了跟乐剧 跟西方的这样的一些歌剧音乐会啊 都可以共享同样的一个场合 那到电影真正蓬勃开始呢 就是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戏院 它作为商业地产的一种标志性的这样一个建筑啊 它可以广泛的跟他们就是同名的商场 然后跟同名的茶楼啊 中式的茶楼 可能下面还有理发店等等 然后上面还有西式的花园餐厅啊 就是全部可以整合起来 形成一个非常具有规模效应的这样的一种放映环境 那当时因为不像现在啊 可能有手机或者对于时间的概念非常清楚啊 对于电影的资讯也很清楚 很多时候要去看电影呢 就会可能会等很久啊 或者是那个时间到了现场再去做决定 那所以电影院呢 其实也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和场合 让大家有更多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啊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院的大厅里面 其实非常丰富 我们看到的这个永乐戏院的旁边 是不是就有一个糖果店饼干店 那其实戏院的大堂里 往往经常还有像小朋友喜欢的小吃房啊 或者是一些玩具玩具档啊 还有就是一些这个甚至体重秤啊 等等的这些活动 让大家可以去消磨和打发时间 所以说呢以上的这些特征让我们看到啊 其实澳门人或者澳门社会对于电影的这个认知 一直都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啊就是我们稍微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像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影 在澳门的这个放映情况可能跟很多地方都完全不一样 因为澳门就长期没有没有直接的一些战乱 或者说外部的这样的一些社会的压力跟社会的改革啊 就它有一些本地的冲突啊 但是它大部分的来说没有直接的去影响到这个电影放映业 所以说呢从电影有开始啊 我们在这里可以持续的不间断的看到很多地方的完整的这样一个电影版图 那我们知道比如说中国大陆啊 我们的这个电影自新中国成立之后 有17年时期 然后后面进入文革 文革期间呢可能就是放映就非常固定了 然后对于这个外部的影片也会比较的有限的去引进 然后再来呢就改革开放到电影慢慢的复苏 但是呢就是以上的这些影片在澳门整个的这个放映场合 然后其实都能够看到啊 即便就是这个在这个改革开放举例啊 它其实连解放前的影片啊 然后这个17年的影片文革的影片都能看到 那不仅如此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见啊 我们也同时去采访澳门的这些资深的影迷们 他们谈到电影都是如暑加征 尤其是长期的这个观影的习惯啊 对于某一个地方的整个这种谱系的影片 认知都非常的健全和多元化啊 以上呢就是澳门大概放映业的特点 那我们看到就是百年以来 从来没有断绝过 而且非常的丰富跟发达 那第二个澳门的整个的电影的特征和结缘呢 就是在周边啊 这个电影大型其道 开始进入发展期和成熟期的这样的一些营业的 整个世界的这个格局的时候呢 澳门越来越多的被关注和搬上了舞台 刚才我们提到啊 澳门就是放哪里的片子最多啊 其实是好莱坞的啊 当然香港是排榜首啊 香港好莱坞跟中国大陆 那实际上呢 就是澳门的这个城市形象 或者是作为取景地或者取材地啊 也被这三个地方的这个影视公司 频频的看上啊 去搬上荧幕 那在这个澳门的形象啊 电影当中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我的对他的概括呢 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参与者啊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啊 这样的一个他者的形象出现在以上的影片中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好莱坞的制作啊 好莱坞的制作呢 应该说澳门应该是他商业版图下 或者说商业电影当中的那种无根性的 然后但是同时充满着流动性 跟无限可能性的一种东方主义下的一种符号 或者说图腾 其实很早好莱坞在澳门电影就有取景了啊 但是大家可能时间关系 比如说这个夺宝奇兵2这就有了 但可能比较陌生 我们说近一点的这个电影啊 就是大家能看得出来啊 这是什么时候的电影吗 它其实是这个007中间的一部啊 就是大战皇家赌场 这个电影呢是在06年的时候啊 就是开始上映的 那这个大战皇家赌场 这是他对于澳门的一个想象啊 我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观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远景啊 然后之后的这个James Bond 然后乘着一个一夜偏周啊 像在苏州河上一样的 这样缓缓的驶入了这个 好莱坞向下的这个赌场 其实是有很强的代表性啊 因为用我们的话说啊 就是他的这个对于澳门的很多想象 其实是或者是指示他这个西方人物啊 作为可以自由流动和穿插在东方的这样的一个图景 所以说呢充满着无根的感觉啊 因为他不会去强调澳门跟大陆的这个关系啊 他就像是漂浮在啊 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异象而已 那这个无论是这个海上的这个一夜偏周啦 还有这个拱桥啊 还有这个赌场的形象 还有这么多的灯和龙的这样一些图像啊 其实都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澳门的一个代表 那我们实际上就稍微可以看到的 就是只有远处的这个轮廓和澳门国际烟花节啊 可能会出现的这个烟花 让我们能意识到这是一个澳门啊 那实际上的话呢 其实他跟所谓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澳门是比较脱节的啊 就像一个失去了符号艺的符号剧一样 那在另外的一个电影啊 就即便是到现在也比较热门的这个漫威系列的电影啊 这个是上戏中间的一部分啊 因为上戏他也设定了中间人物在澳门这个城市有交集 那我们看到了其实这个逻辑也是一样的啊 这种流动性跟无根性的这种东方符号的频繁的呈现啊 就是他在这一个并不真正存在的 同时又长得很像香港的这样的一个高楼大厦的外面的打斗啊 然后通过打斗由镜面啊 就像那个海上的河面一样把澳门折射出来 让我们依稀可以辨认到这个中国银行大厦了 以及同时还合成了一个很有漫威的这个风格 但是澳门也依然并不存在的这样一个LED的漫画的图像 那所以说呢就是这套逻辑啊依然的延续下去 就是我们说这是好莱坞的眼中的澳门 那其他的地方啊 就是特别是像香港电影拍摄澳门就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这个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那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一些类型啊 首先有一类电影它非常的热门 但是在这个其中 其实澳门本身的这个身份 或者说地域性完全不被强调 它就是作为一个香港电影的外景地 它提供的这个功能 也是就是对于香港的某种怀旧感 或者说对于香港的某种啊就是差异化一点的啊 这样的一种啊历史基调作为一个延续 虽然啊这里面我们看到的影片很多都是在香港这个黄金时代就开始啊 有的啊60年代的黑鹰1967年还有这个70年代的金武门啊 80年代的这个A计划 然后还有就是很风靡的像梅艳芳啊 还有还有那个王家卫的一些电影啊 《花样年华》2046在澳门都有取景 那现在的话澳门政府的还有旅游局也会推出一些计划啊 比如说像跟着电影由澳门 它就会去把这些东西再挖出来啊 作为一个这个旅游上的资源 那这些电影的话呢 对于澳门我们说了啊 它其实就是香港社会的一个延续啊 一个补充啊是它的这个历史性的或者怀旧感的一种差异化的外景地而已 那另外还有一些电影 它好像有关注到澳门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或者澳门的情境啊 就是像我们可能这个很多是在回归之后 像香港回归之后去拍的啊 《暗花放逐基站》啊 然后还有一些文艺片《海上花》和《易沙贝拉》等等啊 一个前半部分可能侧重于这个犯罪题材的啊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比较偏文艺爱情的啊 或者这样的一些风格 那其实呢 它虽然是有讲到澳门的这个故事了啊 已经提到了澳门 然后也去设定中间有些人物 可能是澳门人会在澳门发声 但是它也依然是遵循着香港的啊 那种权力结构 或者说香港电影所要反映的那些主题啊 它只是借了澳门这样一个身份来表达 所以说呢 它依然也是算是对于香港社会秩序的某种延伸 只是澳门提供了一种补偿啊 就是它可能比起香港的社会那样一个设定 它会更加的无拘束一点啊 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更脱离了管制 然后可以更大胆和狂放的去想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 但是在权力结构跟逻辑关系上 也并没有摆脱香港电影的那样的一个主体性 那所以说澳门还是呈现出一点他者的角色 那再往后面一点啊 就即便是这个澳门可能有一些资本的介入和参与 然后有意识的进行了一些娱乐化 或者说爱情浪漫的想象啊 像我们看到的什么扑克王 游龙戏凤 还有就是澳门风云这些系列啊 但是它也依然是香港电影秩序下的一种延伸啊 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意乐的景观跟想象啊 而且这种意乐某种程度上也是更加脱离管束的这样一种象征而已啊 那关于大陆的这个就是制作啊 就中国大陆在澳门也开始制作和拍摄一些电影 但是这个呢是比较晚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两部啊 一个是北京爱上西 北京遇上西雅图二 一个就是这个马格士作成啊 那那个大陆反应下的澳门自然又有不同啊 我们可以这样去总结啊 就是这个在大陆制作的这个所谓澳门故事当中 澳门主要是呈现出一种游子的这样一个气质啊 那当然它通过经常是个人的一种抉择 或者个人的反应啊 它去表现的是一些浪子回头 或者迷途之反的啊 当然这个迷途之反有可能是赌局 也有可能是爱情的困境啊 但是主要是以这样一个主线 然后同时呢 那当然它会强调一下澳门跟大陆的这种渊源和关系啊 那以上的话呢 某种程度上 他们又共同的丰富了澳门的这个形象 但是呢 就是对于澳门本土的 或者一些主体性的一个表现 相对来说 可能就不会考虑到那么多 但是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啊 因为这些电影的风靡 跟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的一个放映啊 使得澳门被更多人关注到和认知和了解到 那最后来说一说澳门自己的这个制作的一个情况啊 我们只能用一个成长中的这样一个自述者来说一下 澳门的这个电影的制作 就是澳门的本地的这个制作之前是有啊 包括可能在葡萄牙主权的时期就有一些的这个 甚至是啊各个地区的人 或者说有不同背景的 然后最后变成澳门人的 他们这样的一些电影的拍摄和表达 那到了回归之后呢 才是开始更加的频繁和更加的这个 多的啊 影片的产出 那这个原因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啊 跟本地的这个大力的扶持 政策上的资金上的都不无关联 那这些澳门电影又呈现出一些 或者目前为止的啊 我们这些澳门长篇 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啊 那首先来说啊 就是我列了一个表在这里啊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播放有一点啊 好啊 那我们看到这个表啊 就是这个表是在那个海内外 比较常用到的两个电影评分的网站上 可以查得到的澳门长篇 但是它不是澳门长篇的全部啊 还有一些就是刚才的那些长篇计划 影像新事例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资助计划 推出的影片还没有办法被查到 那首先呢 就是对于这个所谓澳门电影的定义啊 虽然我们可能本地有一些制作上的一个定义 但是实际上这种心理和经验的认知 它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啊 对于身份的这个问题 它本身是有自己的经验 有流动性啊 所以我们大致考察 或者说这样分类啊 就是制作地来说 经常会有澳门和澳门其他地方合拍的 这种情况的出现 那对于主创来说 因为电影是一个很综合的 全方位的一个工作啊 我们先且考虑这个导演啊 就导演的这个经验啊 他们的主要的电影经验来自于哪里啊 像这个蔡安安就是经常被当成是 首先拍了澳门制作的这样一个影片 就是大辫子的诱惑 但是我们知道她的这个受训 或者说电影的经历呢 主要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挪用过来的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 不同的一些影人啊 那这个的话 我们大致去做一个归类和整理啊 就发现一个一个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因果关系啊 就是基本上来说 越是澳门独立制作的 这样一些影片 或者说越是脱离了一些澳门身份和经验的这个影片啊 这个是第一个特点 就是越呈现出就是这个口碑和影响力相对示威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的话呢 可能未来的话也是我们本地啊 或者说去考虑合作和电影往外走 特别要注意到的一个因素 那第二个特点呢 就是这些电影它呈现出一些极景的或者说边缘化的和高混合化的这样一个主题啊 说它的这个极景呢 就是即便看起来这里有的是长篇 但实际上很多也是短篇的合集啊 力求一个筷子效应 比如说这里的谈口故事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澳门之年啊 谈口故事是三个小故事 澳门之年有九个啊小故事共同来构成 那说它比较边缘化呢 就是这里面的电影很多 还是呈现出就是这个主角啊 它是有一些亚文化的符号和边缘人群的一些特质的啊 所以呢 经常营运上可能会充斥着像这个同性恋啊 或者是比较有问题的青年啊 或者是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啤酒女啊 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暴力倾向的这样一些男子的一些形象在里面啊 作为他的这个冲突嘛 还有就是被霸凌的女孩等等啊 就这个这个叙事上来说 它多大程度上能代表澳门大面积的人群 跟这个文化心态啊 其实还是值得更多的补充和关注 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混合 那这个混合的话主要是他讲这个中西文化冲突 也成为里面电影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策略 那实际上呢 我们对于这个身份的认知是可以更加的细致 或者对于特定群体的这样一种描述 也可以更加的有这个代表性一些 这些都是我们电影人和现在在去尝试 澳门的这个作为放映者就从未断绝的这个积极的旁观者 然后受欢迎的他者 澳门的这个形象其实被电影注视得到 那我们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跟意识 那最后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成长中的自述者 我们有一个很长的成长空间和道路 但是这个道路呢是越来越明确的 这个明确的方向包括 第一啊我们是作为一个艺术的高等教育的机构 那所以说呢我们是对教育的人才所有的这个考量是全方位的 第二的话呢就是澳门他本身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既能被西方世界大力关注 又能被华人世界大力关注的这样一个地区 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利用他的这个优势提供更多的国际化的一个交流 电影本身嘛就是有很强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特点 和文化讲述的和文化输出的一些特点 那可以利用澳门的本身的这种天然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个优势 去做更多的电影作品 那最后的话呢就是我们也会希望依托电影学院 有更多的澳门电影本身的这样一些服务融合和创新 以及对于所谓的这个澳门电影产业 能有实现一个弯道超车跨越式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可能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澳门错过了啊 很多的地区都有了这样一个黄金的电影发展期 但是还好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电影人和电影的软硬件 都在得到了大力的提升 而且未来可惜那我们也希望就是来到澳门啊 学习电影或者说讨论电影交流电影的人 在经历过澳门的这一段特别的经验和技能的训练之后呢 也能够更多的或者更全的看到电影的这个魅力 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经验跟专业技能走向世界各地 这样的话呢某种程度和意义上也是对于澳门电影产业的一种 人才性的推广以上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啊 最后的话呢是我们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电影学院的联络方式 大家有兴趣或者说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联络我们 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收看 让我们看看 中文字幕——YK